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港股市总结 我是小兰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收盘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 油价再度的暴跌,外围回暖 那么导致昨天下跌了208点 港股早盘跟随外围低开了271点 瞬间即跌穿了19000点 之后走势反复,随着A股收盘暴跌6% 拖累了港股跌幅继续扩大 最多跌超过500点 收盘是暴在18860点 下跌了479点,跌幅达到2.5% 大市全日成交约为772亿元 国企指数开盘下跌了130点 暴在8043点 全天是震荡的下行 午后跌幅持续的扩大 最低是见过7835点 收盘是暴在7895点 下跌了277点 跌幅达到3.4% 接下来关注一下截至收盘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逢控股跌1.8 中国移动跌1.4毛5 建设银行跌1毛4 工山银行跌1毛 中国银行跌6分 港交所跌5.8 中国人寿跌1.2 油邦保险跌6毛5 腾讯控股跌2.5 金沙中国跌5毛 长河跌1.1毛5 新鸿基地产跌2.1 九龙仓跌9毛 中国海外跌5毛 华恩质地跌4毛4 中海油跌5毛2 中石油跌2毛7 中石化跌2毛3 库仑能源跌2毛4 中国神华跌4毛6 观众安港股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地股市 中二枣盘互升量是低开低走 互指迅速的跌破了2900点的关口 盘中军工板块异动 互指跌幅一度收窄至了1% 然而其他的板块跟进的意愿不足 午前两市再度的下探 午后开盘两市低位震荡 互指多次的试探25850点 下午1点40分左右 互指跌幅扩大并跌破了2850点的婴儿底 创下13个月的新低 并一举击穿了2800点的关口 盘中低建过2743.8点 重挫超过6% 而创业板更是暴跌将近8% 成交量方面 互市成交2126亿元 升市成交3105亿元 两市共成交5231亿元 接下来关注一下解释今天收盘为止 A股的主要表现 上阵中指暴在2749.79点下跌了188.73点跌幅为6.42% 深圳城指暴在9483.55点下跌了708.98点跌幅达到6.96% 沪深300指数暴在2940.51点下跌了188.38点跌幅达到6.02% 创业板指暴在1994.05点下跌了164.78点跌幅达到7.63% 再看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折浪 洛阳玻璃折浪89% 山东莫容折浪79% 中石化油斗折浪78% 昏明机床折浪77% 浙江市保折浪77% 再看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 江苏林户高速溢价2.5% 福耀玻璃溢价2.3% 中国平安溢价负的2.4% 安徽海洛水泥溢价负的4.9% 中国泰宝溢价负的6% 关注完故事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消息 人民日报的海外版 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文章 指出有金融大二之称的 著名投资者索罗斯 对人民币和港元的挑战 不可能成功 文章就指出了 虽然去年以来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 故事波动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但在这个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时期 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 在大国之中相对较好 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也远远好过其他金砖国家 以及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 单纯的经济冲击 不可能轻抚中国 文章又形容 索罗斯向亚洲货币宣战 反而为中国创造了 深化东亚财经合作 以致一带一路的财经合作 提供了给予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就表示了 今年政府一直致力推出协助 初创企业在港发展 去年共有超过1500间 初创企业在港成立 按年增长50% 而本港目前也有 至少11个私人创新实验室 为企业提供了支持 他说以数码港为例 在过去10年共超过160间初创企业进驻 而政府也将预留20亿元成立创科创投基金 以配对形式与私人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 数码港也会成立投资创业的基金 曾俊华引述香港创业级私募投资协会数据就显示了 去年涉及的投资规模达到3.24亿美元 按年增长一倍 政府会继续的吸引创新企业来杠 好的 这一节的护港股市总结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